服飾店嘛 一間有開 好像有新的東西進去看看 然後看了之後 就忍不住就把它買回家 很多東西進來之後 就卡在我們家了 然後東西就越來越多 家裡最多的 就是麗梅的縫紉用具 曾經可以裝滿20個水果箱 不只居住空間被占滿 而且每一樣都要價不菲 你看我這裡有一整個抽屜 全部都是外皮的 各式各樣的拉臉 我有一整箱的扣子 所有的會用到房用的那個扣子 水把900塊 它是專門剪繡線 會把所有的 我覺得我需要的東西全部都買齊 你看我的線就知道了 錢在媽媽手上 這個家吃到會變成敗光 就一直買豆買新買豆買新 老王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他 我們搬過很多次家 然後每一次都把我罵 罵悠悠吧 為什麼 因為東西太多了 最後化解家庭危機的救星 竟然是一個網站 我平常就是會在這個 幻物社團裡面去幻物 如果我會想買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上來先問問看 有點像是尋寶社團吧 裡面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跟莫名其妙你就會換出去的東西 莉梅接觸幻物至今六年多 目前幻物社團約有16萬人 是台灣規模最大 人數最多的平台 它這個的理念就是把東西給更需要的人 如果你已經不需要了 我前幾天就換出我兒子的巧虎 正版成年巧虎有多成 右邊應該成十年左邊成三年 他說他想換洋芋片 所以我們換到了三個不同口味的洋芋片 這些用不到的東西 我找到一個更適合他的人 其實這個心情是很好的 透過以屋易物 莉梅慢慢地清掉家裡的囤積物 大幅整頓空間 而更積極參加幻物的幕後推手是漢平 因為他雞蛋太多吃不完 哈囉 妳還給我這個 這妳自己做的嗎 可以啊 我自己做的 哇 我們家有很多蛋的時候啊 就問他說 欸 妳要不要蛋 就會用蛋糕啊 蛋糕什麼去交換這樣子 就是換到一個調理棒啦 可以拿來打果汁啊 你丟掉就是浪費嘛 與其這樣子的話 這個東西還可以用 去找它需要的 然後我們去跟它換我們需要的東西 那我們也減少了支出 然後這樣東西又可以得到它的延續 不要讓這個地球負擔越來越大 只剩下兩個小孩耶 沒有送出去而已 要拿去換製品嗎 可能要倒丟 它要復活十倍 對於爸媽一物一物 孩子們都很支持 他們不在意東西的新或舊 覺得只要能用的都是好東西 OK吧 因為就是用我不要的東西 在別人看起來就是有用的東西 換到我要的 只要是好用的就好 它不要太快壞掉就可以 那麼這家人是怎麼靠換物過生活的呢 漢平經營農莊 最需要的就是農產品 這天上午他約一位雞農來換物 那是土雞 這是我們家自己養的 對 它出生到現在大概一個多禮拜了 今天要換的是雞飼料 那就是這個 對啊 吃醋的它吃久了 有的不好 還會濕濕的 我們都做好的 我們換的都是自己生產的東西 或者是你經過自己手上的 我們會覺得比較健康 因為有在管制 換物也可以以服務來交換 這天麗梅來到台北的一家髮廊 嗨 嗨 好久不見 這一彎打的屁 上次你給我的都還 我們換的還在 你看他還幫我秀我的名字 HATIM 如果你沒有空我就要去剪了 剛好 剛好 你跟我這樣我就 我又賺到我要的東西了 阿鼎是髮型設計師 她和麗梅從換有變成好友 是從一支梳子開始的 我要專業的人 我說那個很貴喔 專業用的 然後我就跟她講 我的包也很貴喔 對 我為什麼當初會去換物 就是因為我太亂買了 我這輩子一定要換到一次她的背包 我很堅持 興趣相投的比較會 對 不然平常我也蠻難相處的 然而不是每一次交換都有好結果 有時候也會換來麻煩 我覺得換裡面有很多人很愛賣慘 就是她說她爸爸得癌症 那她需要什麼東西 結果我跟她約 時間要到她就說 我今天沒辦法去 我想說一次可以 她五次 她五次的都沒出現 到最後一天我說 妳確定妳真的很需要嗎 她就說 對 我真的很需要 不然我們改明天 我就直接跟她說 改妳嗎 那裡面還是有很多奇葩 有的人是她 她說凌晨兩點要來跟我換 我說我是一個很震驚的人 妳不要這樣 我說我的照片有很漂亮嗎 需要妳這樣子 想要做犯罪的行為嗎 完成 每一次都很滿意 對 因為她看我的身材 她也不敢不滿意 大多數人換物是互相寄送 僅止於網路上的溝通 但是麗美有時會約面交 特別是第一次嘗試換物的人 有一些人她的第一次體驗 可能就不是很好 她可能從此之後 她就不再接觸換物了 我會想要給她們好的體驗 也可能再創造下一次的機會這樣子 第一次見 她這個是 好興奮喔我 這個的話是這樣子 好可愛喔 我那時候買錯尺寸的 比較大 太大 對 第一次跟人家就是當面交換的東西 我是很多人的第一次 19年的時候搬回家 然後就是兩個家的東西合在一起 我整個房間大爆炸 然後就覺得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我都沒有在用 撕出去有人用 就是好像蠻為這個東西開心的 就是好像蠻為這個東西開心的 我今天要做的是褲餅 然後之前有做過幾次 然後都是跟媽媽做的 這天周日下午 王家親子一起做甜點 今天的食材有家裡的雞蛋 爸爸釀的香草酒 烘焙用具 則是麗梅換來的喔 這個鍋子是日本的 不鏽鋼黃的鍋子 然後是換來的 然後是燒焦 然後那一個老童鍋也是換的 然後這一堆也是換的 丽梅喜欢做烘焙 因为她很爱吃甜点 然而却总是不能如愿 我做的点心常常失败 所以我很喜欢吃点心 但是我常常吃不到点心 我就不会弄出来是不是 母子互相合作 很快地完成布丁翼的部分 然而焦糖却因为丽梅的疏忽忘记加水 让汉萍必须重煮一次 好啊 我可以直接给你飞 放进去 我煮焦糖从来没有成功过 我唯一一次成功就是不小心烧焦 然后它就成功了你知道吗 吃什么不丁 吃海纹蛋糕不好 这不是我想吃的 所以你等下不如转吃 不行啊 做人就这样吃的 吃着甜点 享受甜蜜的亲自时光 喝过幻物创造生活乐趣 就是王家的幸福滋味 有糖 真够 明明它就叫做焦糖布丁 结果焦糖不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